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傳出了一宗消息 著名歌星梁漢文忍痛決定 要取消在今年年底舉行的紅館演唱會 這個消息傳出了以後 當然就惹來了各界聯想 因什麼解救 你採牌了這麼久也要取消這趟演唱會 是不是跟早幾天發生的合照風波有關係 事緣在早幾天梁漢文同袁譚詠麟 以及謝鎮忠警司等一行人踢完球以後 好壞不壞 譚詠麟就叫謝鎮忠和梁漢文 排排坐地拍一張合照 這張合照放上微博以後 就惹來了不少的糧粉 包括是梁漢文的老友王宗堯的不滿 就說為什麼你會和這些人合照呢 於是梁漢文急速掉粉 很多粉絲就說對他很失望 諸如此類 實請他在三日之前 亦都在Facebook上寫了一篇自白來反駁 他說 等了半年才踢到一場球 想不到現在踢場球難 原來做人更難 踢完就走 校長拉著我說拍張照 做人應該尊重前輩 拍張照 原來都會被人覺得是犯下離天大罪 天下判官何其多 我問心無愧就是了 他有幾個hashtag 明就明 不明我都沒什麼說了 多謝默默關心緊張問候我的所有朋友 即是說他完全是覺得 喂 拍張合照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 當他取消了這趟演唱會以後 今天又跟記者說了另一番說法 他就說 唉 都不想想了 疫情真是很反覆 亦都不想在這麼多問題之間 再纏繞下去了 對於我來說 真是踢場球那麼簡單 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唉 人生就是這樣了 今次就當上了一課 不過這一課都很昂貴 對呀 因為不少追隨了你很多年的良粉 都說對你好失望 那你又脫了很多粉 今次 那記者還問他你學到什麼呢 那梁漢文就回答 說學到要對自己再細心些 他自己就不夠細心 真是很簡單 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都是踢完球拍張照 沒有想過大家的反應那麼大 是我說法 令到大家對我失望 我真是很簡單的人 他就說這一番的話 但是他現在呢 其實都是想是適事寧人 抱著這個態度就是 不過 相信他這番的話 亦都不能夠 是釋除得到 即離棄了他那幫良粉的疑慮 因為人家就質疑你 喂 為何經歷了過去一整年的事件以後 為何還好像無動於衷 實情我也覺得 喂 這壇事呢 譚詠麟就好像有多少放了後背上桌 又是你拉著別人要我拍合照 而且還整個謝景詩在旁邊一起拍 跟手還放上微博 你不是用來留念那麼簡單 究竟阿譚詠麟譚校長 他又搞哪科 真是不知道 有理都說不清這些娛樂圈的事 反正現在梁漢文在年底的演唱會 聲稱是以疫情的關係取消了 希望真是跟阿譚詠麟 叫你拍那張合照是無關的 否則就真是有多少無妄之災 實情我就認為 這張合照也沒什麼大不了 但應驗了華人的一句說話 叫做靈給人知就莫給人見 喂 既然你是跟譚詠麟和謝振忠去踢球的時候 你在香港生活了那麼長的時間 你都應該知道 你的粉絲肯定有男有王 那肯定都會比較避忌 關於合照那方面 現在你很壞不壞就被人拍了出來 那當然就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 喂 實情如果你不拍這張合照 假使外界根本是一無所知的時候 喂 那些粉絲照樣是不會離棄你的 因為根本上沒有人會干涉 沒有人會理的 但是很壞不壞這張照 當然了 現在你就說是阿譚詠麟拍的 叫你 好了 既然拍了之後 還要放上網 那就很難怪 你的粉絲會有些聯想 究竟你是不是跟譚詠麟和謝振忠玩得很近 或者是怎樣 當然根據你現在所說 半年才踢一次球 那有沒有其他的聯誼活動呢 這樣就令到你的粉絲有很多聯想 本來不知道就好地地 就算踢十次球也沒有人理 但是你就是被人知道了 當然你說 喂 這個不是罪來的 事實上不是罪來的 但是 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尤其是作為一個藝人 是要靠那些粉絲來買票的話 那你一定就是要顧及公眾感受的 喂 就算有粉絲找你合照 你也懂得遠距 有時候 現在校長找你合照 你可能擔心著不好意思 最後你就要承擔這個後果 沒有人說離天大罪 你可以覺得是大條道理也沒有問題 不過可能會跌更多粉 那就不清楚你了 好了 接著就說說關於另一個藝人 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 提名期將會在下星期展開 今屆立法會中 功能界別的資訊科技界 就是由民主派的莫乃光擔任議員 他已經在較早前宣布了 說不會敬續連任 而且會支持另一位民主派的新人上陣 至於建制派又怎樣 聖傳就會派出網上攀任平台 地地曲曲日日主的創辦人朱家瑩 來為建制派上場 這個朱家瑩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不查就由智可 一查就難得出汁 有些網民發現 他過去曾經獲邀參加過國慶的閱兵儀式 還感受到祖國的偉大 此外有網民發現到 在他的Instagram社交平台上 他曾經擺過一張和五淑青的合照出來 還說這位美心集團創辦人太子女 是他的偶像 至於他人生榜樣又是哪位呢 就是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故此他真是一位切頭切尾的藍絲 當這個消息在網上散開以後 他日日主的Facebook專頁 本來有過百萬的讚好 現在跌到九十三萬一千人 跌幅接近七萬人 真的很厲害 一天跌了七萬 而且呼籲要取消讚好 亦不乏有娛樂圈中人 分別有導演王浩然 和演員邵仲恒 王浩然在Facebook發了一條貼文 他說 人家有五百萬個微博粉絲 北上了就不要回來香港 其實是在串著D-D-Code的創辦人 朱家瑩 至於邵仲恒 他就不點名來問人 你今天不喜歡了嗎 然後做個女廚師煮飯的emoji公仔出來 其實都是在暗示朱家瑩 至於杜汶澤澤哥 更加是寫了一條貼文 來講朱家瑩 他說的東西都挺過癮 他說 看見有人說 D-D-Code是因為女人漂亮 所以就成功 他說當堂嚇了一條 然後就得淡笑 有沒有搞錯 你究竟有沒有見過女人 這樣的樣子你都叫做漂亮 和肥媽比 壞仔的樣子都比她漂亮 講到煮食 誰夠長而漂亮 對腳還要長到相機都拍不完 還有 究竟有多不懂煮食 才會去看D-D-Code 阿澤哥就說 從來都沒有看過 真是很有趣 走進去瞄一瞄 嘩 豬油雞也要學 買一瓶李錦記 那瓶上哪有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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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懶就別煮飯 叫外賣 他說你去看看掌兒 那些就叫做煮食 實情這個朱家瑩 他那些煮食 就跟掌兒都沒有比 因為那個D-D-Code 其實裏面 Youtube也有那些頻道 他就是做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比如說蟹柳 他又可以做一餐 或者以前 在roadshow 就是以前九巴 還有電視機播放的時候 就經常都有D-D-Code 那些節目 現在其實相對來說 沒有以前那麼熱 沒有以前那麼流行 但是他煮完的東西 都是相當奇怪 反正他介紹的菜式 跟烹飪技巧都沒有什麼關聯 總之就講求簡便和速食 不過建制派找這些人 就對了 總之思維就要夠簡單 不要有那麼多自主意識 什麼都聽了北京點 那就最對 好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